大家好,我是Hayashi Eri 我是Pan Diu Su 建尼地城最近有日本麵包店新開業 品牌來自大阪 賣的並不是一般荒包 而是在自家製麵包表面 鋪上新鮮的日本蔬菜 品牌將它稱之為蔬菜麵包 顏色亮麗 大人和小朋友見到都應該會食指大動 這個品牌是2004年在大阪開業的 大廚叫賣山師傅 我特意回到日本跟了師傅 然後回到香港做主 在大阪有四間店 在日本食品網站 試過拿全日本第二名 這個食品網站 相信有不少去過日本旅行的人 都會看過 網站每年都會評選出 日本年度麵包店排名 這間麵包店 就憑著他們人氣的蔬菜麵包 鋁獲薯榮 日本的麵包為何這麼好買 首先很好吃 第二就是全部用油機蔬菜 第三就是日本焗貨 蓮藥麵包 就是大阪的銷量No.1 最好買的麵包 它有煙燻雞火腿在底下 然後我們都放些很大塊的蓮藕出來 然後就放大量的芝士上去 就是很好吃 這款蓮藕麵包 吃之前見到有這麼多材料 以為很糟糕 不過因為他們焗製的時候 加入了大量芝士 所以吃的時候不會散開 蓮藕口感爽脆 麵包鬆軟 加上火腿的煙燻香味 這個配搭很有火花 難怪在當地銷量No.1 大蔥包 先放了藍芝士 然後放了煙肉 然後放了大量的蔥 焗出來的時候很香 然後有藍芝士和煙肉 很好的配搭 很好吃 另外這一款用新鮮蔥花製的麵包 賣相很澎湃 入口才感受到大蔥的清新 然後就會吃到 藍芝士獨有的鹹香 這種創新的口味 坊間的麵包店 真是未見過 南瓜的包都是白汁底 然後煙回雞火腿 之後就放日本的南瓜上去 南瓜包就甜甜的 之後就中餓了雞肉的鹹味 最後買完麵包 還可以嘗試他們 特意在日本印入的果汁 一於由頭到尾 品嘗一下日本風味 AM730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陳嘉祺 祝大家苦練 行好運 身體健康 恭喜發財 發財